县长许舒华在信义乡角选择间 以及当地乡民代表与县府远民局局长使臣的配搭下 会看信义乡东普东光玉林道路 这条道路是民众出入重道道路 使用相当平白 许县长感谢村长以及乡代表反映道路情形 将折成远民局尽速改善道路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东普村东光玉林的地方 那由于我们这边有民众种植很多不同的农作物 那尤其在很多的民众出入的时候 如果这边在办活动都会选择 在我们这个巷道里面来作为村民出入的地方 所以道路的使用频繁度也相当的高 那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村长还有主席 透过我们这个陈情 让我们在这边也看到有很多道路 实际上都已经是不堪使用了 那么我们快速的把这些道路改善好 将来呢让我们的居民出入都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安全性 那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我们信义厂可以说是面积非常的大 那么要做的工程其实也非常的多 但是呢我们只要有听到民众的需求 那么我们尽量把这个经费保留在我们偏乡的地方 让更多的民众出入可以更加的安全 那也感谢我们各级的民代 那么随时来帮我们注意这些即时的动态状况 让我们能够来快速的做出反应 这条道路是村民出入重要道路 由于年久时休 道路破损不堪 欲语容易积水 不仅影响民众出入安全 还容易发生事故 这一次在当地村长 以及乡民代表主席的反应下 曲县长将折成人民局尽数完成改善 记者陈云志 新一乡采访报道